黃先生因為太知名了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用介紹 不然是要農替大家的時間聽我說 所以我們直接把時間交給黃先生 大家 謝謝 感謝大家 外面學校那麼大 那個 感過了 不好意思 那個 其實 我們先把這個打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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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準備來的這個 本人這個演講 基本上跟 這次來美東大致講的題目 都差不多 昨天 主辦單位跟我特別講到 說好像是 講到官商勾結 這樣子的事情 官商勾結在臺灣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好像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難道要特別要去講 這個 我們講的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跟官商勾結有關係 所以何必要特別去講 其實 之所以從一個媒體人 要來 準備成為一個政治人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太多了官商勾結 官商勾結 像我們這樣子出身的 就是一個媒體出身的這個人 特別的感到不習慣 因為我們在報社裡面 每天都聽到這種新聞 每天開媒體會議 聽到的幾乎都是跟這些有關係 從90年代 我在80年代 1983年 進入美洲中國時報 如果大家 那個時候都已經在美國的話 應該知道 美洲中國時報 幾乎要把世界日報給幹掉 那就在最後的幾個月裡面 這83年 84年 比較晚的時候 美洲中國時報 是1984年 11月11號 關門 那在這之前 其實 中國時報裡面很多的新聞 已經超越了那個世界日報 那 最後 其實是因為 包括江南的事情 那 中國時報其實後面 美洲中士其實後面追了 一直在追 所以 這個 戰隊工他們其實 其實非常不高興 那 到了這個 洛杉磯奧運的時候 因為 我們把那個時候 那個 中國 第一面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面奧運 金牌 做得非常的大 做成這個 拖板頭 然後 這件事情 在台北 就引起討論 大家可以說 我們是 為我們不作倉 所以 這個報紙是把它關掉 所以 後來是因為 蔣經國 王生 他們 把 雲西東老先生 他的 整個的資金切斷 不然 那個時候 80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戒嚴 所有的資金出來 都 要經過 總廠會 國民黨的總廠會 所以 那個時候 包括像 這個 當 王生是在幕後 賺金國 那一片 就把這個 資金給斷掉 所以我們就 整個都停掉 所以才必須 離開 這個 就是說 那個洛杉磯 就必須 整個的停頓 那很多 同仁就回台北去 那我沒有 回台北 我就留下來繼續 最後 因為這個 整個報社又 所以我就繼續工作 不過總而言之 從 80年代開始 這個 一直到 92年年底 93年初 我回台灣 基本上 我們開了編集會議 一天當晚 聽到的 就是所謂的 那 那 對於來 整個結構 結構面的東西 其實 到了 李登輝上來之後 其實 出來的錢 我們還 跟一些朋友 討論 李登輝那個時候的 一些 軍購 的事情 因為 其實 我們現在 必須要注意 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馬英九 馬英九 他們 他們現在其實 對於軍購的事情 其實是 非常的 從我們得到的內線消息 他們對於軍購的事情 是非常在意 大家要知道 任何的軍購 其實背後 牽扯到的利益 是非常非常的大 都是動輒幾十億幾百億 這是為什麼 當 尹青鋒 他們 對於 原本的 軍購裡面的利益集團 造成威脅的時候 他最後是要被幹掉 這是為什麼 拉法業建案背後 參與到的人 連接到的人 最後 有很多都是被殺掉的 尤其是法國的 所以 當我們今天 談到軍購的時候 必須非常小心 因為 任何集團 不管是 就是說 在中國公共黨裡面 哪一個section 任何這些集團 如果牽扯到軍購 他們背後 其實他們牽扯到一個力量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就是 國際黑道 國際黑道 它要殺起人來 那對台灣來講 那個其實 是一如反感的事情 因為 包括我們看到的 李清風他們這樣的例子 包括 其實 黑幫 如果跟政治結合在一起 那個殺起人來 就跟切鬥行一樣 對不對 江南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相信 我們這批也相信 我們很多 在台北的媒體圈的人 或者是 因為媒體圈基本上 跟政治圈裡面的人都很熟 常常會有不同的信息 從政治圈裡面 透露出來的訊息是說 其實 在現在的政府裡面 已經有人開始在 其實不是現在 在2012年 馬英九連任之後 有人為了 他們以後自己的前途 自己的利益 已經開始準備 把軍火的事情攬下來做 所以我今天 當我看到題目是 這種政商關係的時候 其實我講的政商關係 已經是更恐怖一點 你知道嗎 這裡已經牽扯了很多黑道的東西 所以這是為什麼 一個 被 國民黨 被 這一個 台灣政府長期 通緝的一個黑道 會在馬英九政府時代 要放回去 這個背後是 到底不是什麼 那 這些黑道 基本上 我認為 這些黑道之所以 能夠回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在台灣的 整個的軍事採購裡面 也有很多黑道 不同的幫派 牽扯到的力是不一樣 所以清風才會被趕掉 因為清風影響到別人的這個領域 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有新的勢力要崛起 想要來做這個軍火的生意 他們其實是要引進黑道的力量 去平衡 甚至去 整個意志 其他的現存的 跟軍道有關係的黑道 這是為什麼 國際級的黑道 要被放回去 要被放回去 要被放回台灣 知道 當然 這些名字 大家 心裡面知道就好 如果你們講出來 小心 知道 很危險的 黑道的 connection 黑道也有Internet 知道 他們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大家 你資 我資 天資 地資 就好了 當然 就是說 在政府裡面 當然有人知道 知道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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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現在開北有直播嗎 沒有 那我可以 有 有 有 還沒有直播 那我非常的小心 那我不講台灣政府 我就講 在東南亞 我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東南亞 我一個國家裡面的 一個政府 他們可能在做這種事情 東南亞 我一個國家 以前是獨裁 現在是民主 可是又碰到一個 另外一個不知所予的 你知道 政府獨裁者的後代 然後現在在裡面掌權的 東南亞這個國家 現在其實 你知道 整個民主其實會受到威脅 你知道 那就是因為其實 政商關係裡面的最遏制的東西 到最後 就是軍火武器 就是黑道 所以就是在東南亞這個國家裡面 你知道 我知道 你每個 每天我打開的東西 你就會來提醒我 你知道 可是呢 我總是有辦法 你知道 已經這麼多年了 我總是說 在 一天後再提醒我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來看交 所以每天一定要 就是說 跟他周旋一下 你知道嗎 每天一定要安慰他一下 好 沒關係我知道 一天後再提醒我 哈哈哈哈 我們跟機械溝通 比較簡單 我們跟人溝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跟馬英九這樣溝通 尤其這個政府 如果 如果他基本上 他的 他的 他的整個出身 他的整個長城 成長教育 都跟我們不太一樣的話 其實有一點累 而 例如說現在東南亞這個國家 你知道 就是 如果有人要開始引爆到軍售 其實 其實 2012年 在這樣子的一個 東南亞的小國裡面 在一個總統 大選完了之後 一個跟總統 有特殊主席關係的家伙 就會到那裡 波來 從美國西部 一直旅行到美國東部 拜訪 拜訪了很多的 國會的智庫 很多智庫 拜訪了很多 參眾兩院的軍事委員會裡面的人 然後 接著 次一年 2013年 有很多 美國軍事委員會裡面的 考官 不知道 就是 參議員 眾議員 會去台灣的這一個小國去訪問 這些東西 外面的人其實都不太知道 可是我們作為一個媒體人 作為一個其實非常八卦的媒體人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是知道的 然後呢 到最後 因為你要來搞軍購 其實 有些時候 你在美國必須要待一陣子 所以 就有人渣 明明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外交背景 可是他還當駐美代表 我就說 東南亞我有一個小國 你知道 但是 東南亞 這個東西如果闖到台灣去 你知道 就說 我已經有十件官司了 OK 這個 第十一件最好不要再發生 有點煩 我是不怕 你知道 老婆做過的人是不怕的 這有點煩 我現在比較忙 那三五十還要去這個 這個出庭 你知道 比如說那些routine的事情 再這樣做一點 是有點浪費我時間 你知道嗎 所以 有些時候 能夠避免掉這件事情 能夠避免掉 可是還是要講 你知道 所以有些人就要到美國來 當了什麼駐美代表 你知道嗎 明明就是個存在什麼都不懂 你知道嗎 可是 他是要來美國安排一些事情啊 對不對 然後安排好了 時間到了 他畢業了 他覺得他要做國安會秘書長 因為國安會秘書長是管整個軍購的事情 OK 沒有人往這方面去想啊 我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這幾年一直在跟很多人 哎我剛剛是不是講台灣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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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好 你知道嗎 總言之 你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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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個結構面的東西 其實是 我應該最早跟很多人提醒這些事情 你知道嗎 我其實跟這個 相關的一些國會裡面的人 我其實跟相關的曾經駐美的一些人 你知道嗎 我要他們 我最近跟一些媒體裡面的一些 你知道嗎 比較 靈光的人 談過 你知道嗎 就是叫大家注意這些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我們今天 你知道 國安會秘書 秘書長 這個東南亞 我想國安會秘書長 最後 好好給整個東西都安排好了 那 他們就可以開始從事 比較大量的 這種 工作 工作到最後 當某一個 你知道 這個 存到不行的一個人 他卸任之後 你知道 他們其實 如果 軍購的事情繼續做下去 那個是幾十億幾百億的利益 這麼多的錢 其實足夠用來打官司 其實足夠來收購媒體 不是說收購媒體 好像是蔡美女把媒體收購 收購媒體是說 就是把媒體裡面的一些記者 全部給收買了 媒體都給收買了 然後呢 較像過去台灣的民主一樣 媒體的布公 是台灣整個民主 進步的這麼慢的一個原因 想想看 台灣的兩個媒體 兩個主要的媒體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當然 就說 我必須講 我適合中國時報的意願 中國時報在那樣子的一個健康的環境下面 其實瑜伽總老先生 非常激佩他 是因為他 總是用他的方式 保護了 並且培養了一堆 其實是非常力不樂 其實非常 非常心裡面 存著民主 政治這樣子的 概念的很多的媒體人 那 宇耀學生總是在 幫這些人 在媒體裡面 取得發言權 取得發展的機會 然後最後 在那樣子的環境下面 包括在七年代 八年代 整個專制政權下面 那還是有人 能夠一直 把這個意義 這個意義的聲音 能夠傳出來 還是有人能夠 就民主的這個概念 不斷的做寫作 做發揮 做報道 所以我對於瑜伽先生 非常感激 因為 因為像我這樣子的音樂 老師講很多人就說 這國外基本上是一個 其實很奇怪的一個人 就說 不要講我 就說 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藍的系統出來的 那其實 我這一代當自由時報 特別寫到 就是說 我的台灣藝術的養成的東西 那這是跟我明天而去 拜訪的一位 張先生跟 張先生跟 張太太有關係 那時候在美國 念書的第一年 就是我們學校 我的 host family 所以我常常去台灣家 就是在 這是一個非常 typical的台灣家庭 在那邊 其實 像我這樣子 在台北長大 全部都是外省族群的 這樣子的一個 環境裡面長大的一個 一個大學生 然後 來美國之後的第一年 遭到了一種 你可以算是一種 摳求俠 你知道 可是很快 還好我們喜歡看書 我們 對於這個 知識的吸收 對於很多事情的吸收 其實是非常快 所以很快 就 convert 成一個 就是說 就是所謂的 家族裡面的一個 黑色的羊 obratch 所以就說 一直在 這樣子的環境下面 包括 在記錄到中國時報 就好像是在 這樣子的一個 中國時報 這樣子的一個 大的一個家庭裡面 又是一隻 黑色的羊 中國時報裡面 黑色的羊不少 大眾啊 其實都是一些 黑色的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剛剛講的媒體 因為 長久以來 掌控台灣的整個的輿論 掌控台灣的 太多的事實 有些事實 有些事實 他把他扭曲 所以長久以來 台灣的民族 真的是幾步比較慢 那 在過去 整個80年代 90年代 整個台灣的媒體 其實當然有改進 你知道 可是 當 九年代李正輝 他們掌權 一直到 你知道 這個 阿扁上來 我覺得阿扁 比較 糟糕的是 他沒有 把轉型正義 這件事情 做得好 做主 那轉型正義 因為 因為 在這個整個的民族的進程裡面 他缺乏 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所以才會讓 馬英九這種人 到了 08年上來之後 很輕易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的基礎神厚 很輕易的 又把很多事情 又扭轉到 其實是比較 屬於 就是 像 在蔣經國他們 那個傳統裡面去 但我們不要 不要忘記 馬英九他是 蔣經國身邊的人 你知道 他對蔣經國的很多的 這個 這個 所作所為 他們其實是非常清楚 他們其實是非常幸福那一套 因為相信 因為服從他們那一套 所以 08年 當他們要 他們掌勞犬 在 過度的包裝下面 掌勞犬之後 他們這面目很快的 就顯示出來 所以 整個 1993年開始 我在台灣 寫這麼多惡搞東西 從來沒有任何關事 可是從08年開始 一件 兩件 三件 一件到 至少十件 搞出十個關事 這個就是 台灣以前的 這種概念 那你 你如果 今天在 Spray Love 你把一些 他們認為 危險的訊息 傳播出去 那他們 在以前 就把你送到 綠島 就把你送到 普通的 軍事監獄裡面去 你知道 可是在現在沒有辦法 他們就用 控告的方式 司法 控告的方式 我說沒關係 你知道 那我就 其實現在台灣早就不是 七年代 八年代 台灣 在整個司法集系裡面 也不是像 敵陽港以前講的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因為裡面還是有很多政治的 台灣人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他們兩個搞我 一直搞到 甚至人那個關事 我才 十件關事裡面 我是第一個拜祖 你知道吧 然後拜祖之後 他們說 就 最後是 兩件關事 本來是四十天 後來上書之後 一件火銀 一件還 還是數 所以才有最後的 二十天的 這樣子的一個 坐牢的事情 現在可以不必坐牢 然後 兩萬塊錢 就可以解決掉 你知道 其實如果 兩萬塊錢 我沒有的話 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在整個過程裡面 一二十個朋友都有 跟我說 毛遠 你不要進去 兩萬塊錢 我出 你沒有錢的話 我後來 還特別 在昨天跟同鄉聊天 講的時候 特別說 就算有二十個朋友 跟我講過這個事情 如果我每個朋友都說 好 那你出 那我就賺四十萬 真的 如果要壞一點的話 我就賺四十萬 那這件事情 最後還是會公窗四八 用來會向我開始要錢 說 你怎麼 你知道 你拿那麼多錢 你知道 你又不是國民黨的 你知道 你拿那麼多錢 你知道 最後還是就是說 覺得做的我也是 人生一個非常 非常奇特的經驗 你知道 所以我一次教育我女兒 我大概在2008年馬上 他們第一次官司之後 我其實就開始教育我女兒 那我說爸爸總有一天要進學 所以我女兒基本上 她是東天 她對於整個事情 她基本上 她認為說 爸爸就是一個 這種奇奇怪怪的家伙 那她也知道 那楓小她在 她在 她在 比如說她跟我們一起生活 她在跟我一起生活 長大 你知道 我們一堆朋友 一堆同事 一天到晚在我們家 進行出租 談一些有的沒的 其實見多了 那對於說 老爸這些 周病的這批人 基本上 那個腦 這腦袋基本上 都是一個人奇怪 所以這批人如果要 譬如說坐牢 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坐牢應該 本來就沒什麼了不起 你知道 所以 老實講 並沒有特別大 那我後來 我在學禮的期間 因為坐牢的關係 還特別 搞了一件事情 是讓這個 是讓這個 國民黨人不太熟的 你知道 就是我開這個路 先洗別晚會 真的是一個悲哭 你真的沒有看過那個現場 真的很精彩 你知道 這個像陳明章啊 林森祥啊 一票歌手 一票我的老朋友 還有一堆 最有趣的 一堆年輕的 像龐克的歌手 樂團 你知道 一堆人 上去表演 因為 他們從來沒有 你知道 好像翻送過一個人 路肩 我們以後說 我們翻送某個人 出國啊 開party 他們說人家路肩 好像怪怪 你知道 所以大家都有興奮 你知道 也就是說 我玩也就來考一個東西 大家去玩一玩吧 你知道 人很多 那天 我唱了一批老師 一批名嘴 全部上去講 下面很嗨啊 最後到我自己的劇團 我們還有講 單口相聲 表演了監獄裡面的那種 黑色笑話 你知道 其實是有一點歧視的那種 你知道 傳統的那種 那黑色笑話 本來就是因為 黑色幽默的東西 本來就是不正確的東西 你知道 所以當然都無所謂 你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 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party 你知道 好像一直到進去 你知道 所以其實我女兒 就說 對於像老爸路肩這個事情 早就習慣了 所以進去之後 她唯一不習慣的是說 這個頭髮都不戒 你知道 就說以前頭髮還飄得 飄得長髮 你知道 她看了那麼多年了 你知道 一下子 變成一個光頭 我覺得她這時候 我一有一點不習慣 所以她在探監的時候 看到我的時候 哈哈哈哈笑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真的 我女兒真的跟我 就是說跟我 每天那個 搞得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對話 其實基本上都是非常的 就是 老實講 以前我老爸 在反面平衡 都有點不太習慣 父不父 子不子的 你知道 我們兩個人 平常都是用修理 在互相對話 你知道 可是我也覺得 民主主是一個這樣子 你知道 越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越可以聽到各種各樣 你知道 其實也許是非常offensive的東西 可是 之所以不會聽到這種聲音 因為 人跟人之間是有一種感情在裡面 所以比較不會care 包括像在美國那麼久 你知道 其實我們聽到很多 你知道 政治上面的這種 調侃的 嘲笑的 你知道 聽完就算了 因為大家知道 是在民主的一個政治的環境裡面 你知道 很多的類似的語言 以前都講過 你知道 一定是有些人做這些事 讓別人不爽 那才會有最後的東西出來 你知道 那像我跟我女兒之間關係 都又不一樣 因為是 因為是 因為是婦女 有一天到晚在那邊 就說 嘲笑來嘲笑去 那已經是一種溝通的模式 你知道 根本就不會怎麼樣 那 所以我就說 我們今天 那 當我們看到 東南亞 我小婆裡面 然後開始要扯到 正常關係 最後要扯到 跟軍事有關係的 那 勢必 然後最後會非常 ugly的一些場面會出現 我們必須真的要 一開始處理 這樣的事情 那 我其實回去之後 還有一些其他的 有趣的事情 要開始做 那 其中一件 可能官司也有關係 因為大概後天 金木聰告了 這個 官司的 這個 這個 高等法院的審判 就要出來的 那 那 在這個整個審理的過程裡面 其實 金木聰 從來也沒有露過面 那 其實在 地方法院審的時候 金木聰 本來 是要答應 要來的 因為他覺得他名譽受損 他覺得 他冤枉 他覺得 他受到 我 王遠莫名其妙的一個 羞辱 所以他應該要來 Defend他們 你知道 那 法官也在電話裡面 法庭上面問了 他下一審 是不是要過來的 他也跟他的去 他的律師說他要來嘛 你知道 那總是到最後 總是checking out 所以 呃 金木聰這件事情 你知道 他在台灣 呃 其實告了不少人 在台灣的民主 民主史上面 告了最多的 國民黨的官員也好 也好 或總統的密友也好 你知道 告了最多的應該是 這個新的 你知道 所以 我後來 因為我也被他告了兩個官司 所以也不太爽 啊 最後 呃 出來之前 我聯絡了很多以前被他告過的人 啊 包括像中聯放啊 王世奇啊 啊 啊 南方塑啊 南方塑 南方塑寫東西 算是很中肯啊 你知道 也被他告 你知道 一堆人 啊 包括立宏 陳立宏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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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開刀 那個整個新聞都還沒出來 你知道 然後我跟立宏說 我說 我就跟他講了一件事情 我說你要不要參加他出沒有問題 你知道 所以我聯絡一批人 我最後聯絡了顾立雄律師 你知道 我跟顾立雄律師說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要不要要不要共享勝選 那立雄說 沒有問題啊 你知道 因為在這之前 我們合作過一次 非常高興 你知道 其實合作過兩次 你知道 回去 做這件事情 我最後也跟王美秀 就說見了面 請他 在某種程度上面 是不是可以 贊助我們 那他也說沒有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 都在我們回去之後 應該要開始做 什麼事情呢 是一個所有被金谷宗告過的人 我們要組一個俱樂部 人人多嘛 人人多就可以組俱樂部 對不對 一兩個三個人都沒有意思嘛 人多就可以組俱樂部 俱樂部要有名字啊 對不對 什麼名字呢 他說京都蘭 他說京都蘭 京都蘭 你知道 因為他姓京嘛 京都蘭 本來在討論名字的時候 我說 我說 我本來組俱樂部 叫做京婚凱 他說不行 京婚凱不能夠表達那個不爽 京都蘭 你知道 是嗎 好 那我跟台語裡面比我厲害 那京都蘭 那是厲害的話 那我就改成京都蘭 你知道 就不要一起混亂 你知道 他有程度上面的差別 都蘭是更火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京都蘭 所以我回去 這集都蘭這個俱樂部 他召開記者會 應該會很有趣 你知道 你看 都要把那個圖蘭的那種樣子 表現出來 都會 很有趣啊 去看王世奇 去表演 從那個圖蘭的那樣 對啊 對啊 我那個時期說 我說秉妹你真的要稍微 要狠一點啊 你知道 因為 因為王世奇是一個三八三八的人 對 不能用三八三八的這種面貌出來 你說這個東西 你知道 會讓這個京婚凱就不會怕 那有人講的 兇一點 你知道 其實他被幾個 幾位女生裡面 你知道 所以王世奇是 是非常的那個 非常 真的非常的 比較兇一點的 其實是玉妹妹 你知道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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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辦法 加入這個 其實會很好玩的一個 叫做京婦蘭劇的部分 那他沒有辦法 你知道 除非他現在 趕快把這個 這個京婚凶充外給 然後 也許多有關係 他就可以加進來了 你知道 不過 總而言之 你知道 這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你知道 政治上面的 你知道 其實我一直把 搞笑這個事情 跟台灣人的政治 更搞在一起 因為我一直覺得 台灣人政治 就是 有點無聊 大家都吵 一樣的事情 用同樣一種方式 你知道 然後 你和激烈點的話 就稍微 你知道 就是 動點手腳 你知道 稍微 有一點點的 暴力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些東西玩久了 也實在來 很大 對我來講 這是有一點 boring 所以我基本上 要用惡搞的方式 就是說 去玩這些事情 你知道 那同樣的事情 如果你用一種幽默的方式 去提出來 其實得到的這種 注意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 其實像這個 找孤立熊 就是 我剛才講 跟他其實合作過兩次 前一次的合作 你知道 是在選舉的時候 去年選舉的時候 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一天 就是在連勝文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參選記者會 的時候 連勝文 就 就 在一些位置前 連勝文 就提出一個概念 他說 他這次出來選舉 他們動員了幾十位女士 幹什麼 你知道 幾十位女士也不夠提示票 對不對 你們動員幾十票 大家就表不起 所以我隨便就動員 我這個動員 我這個動員學生 我被動員幾百票 你知道 可是不一樣 他動員幾十位 律師的概念是說 任何人在選舉期間 要是談到他們家的財產 談到他們家財產的來源 這種有的沒的 你知道 他們就請律師慈禾 也就是說 他也是要跟 他們的概念就是 跟馬韓傑金充一樣 這叫你經絡攀散 不敢講話 大家不敢去談 他爸爸 這個兩代 他爺爺 兩代公務員 便財數百億的 背後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 其實我覺得 現在你們家有錢 大家談一談又怎麼樣 大家談 網友慶 沒有人 網友慶會說 再談我們家的錢 我覺得會找律師伺候 不會嘛 你知道 你們去談 我們今天去談 蔡英明 你知道 這些人其實 你知道 雖然是有錢人 他們的名聲其實也沒有 包括像 主要我想 就是說其實 大家都很喜歡談他們嘛 郭台銀 都很喜歡談 為什麼 連戰 你們家總是有錢人 就是很怕人在談 你知道 總而言之不能談 要談的話就律師慈禾 你知道 我就跟郭力雄 郭力雄那時候跟我是一個總拍者者 因為我們是互相競爭的人 你知道 那郭力雄 我跟郭力雄說 我說 人家有一個大連劍隊 我們怎麼辦 我們選舉裡面 我們一定會談到郭家的錢財的事情 財產的事情 你知道 我說這樣子 我說 你呢 要不要去 就是說 號召幾次位律師出來 你知道 那這些律師 其實我們以前也做過一次 你知道 我們也組了一個 就說 人家是大連劍隊的話 我們就組一個叫做潜水艇部隊 那我們偷偷摸摸的 我們在下面 你知道 可以人家跟我們啰嗦的話 我們這個律師就發生出去 你知道 你也不知道哪一艘 反正就這樣發生出去 所以呢 你們也要非常小心我們 別以為 只有你們來打壓我們 我們也可以fight back 總而言之 這樣子的概念出來的時候 我和郭力雄說好 所以 其實連勝文在圓環裡面 把整個大廳租下來 很貴的 在裡面 開了這個 參選記者會之後 我們第二天 馬上在外面 因為外面不要錢的嘛 因為外面不要錢的嘛 那行車走一走去 那是public space 不要錢的 我們也能開個戲的會 那天出席的 只有我 穿了一個 以前在女員買的這個 風衣 舊風衣 那剩下的 每個人都是穿那個長袍 我說我也要穿個長袍 他說我的長袍 就沒有這種白白的東西 因為這是 這是律師才可以穿的 你知道嗎 不是律師嘛 我穿個風衣 你知道嗎 我穿那種 以前都在電影裡面看到那種 那種黃昏 黃昏雙標課 那種黃昏雙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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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大概有二十位律師 穿了律師套 然後後來一貫 從圓桓後面一個個個走出來 其實非常 跟身勢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打 二十位律師站在那邊 我們就簽了一個宣言 我們要幫所有在選舉裡面 不管是誰 只要 就是說 他們因為惹了廉家 而被廉家控告的話 這二十幾位律師 全部贊助了 要替這些被告 打官司 也就是說 你們以為你們廉家 有一個大流艦隊 那台灣的所有的政治的參與者 或者批評者 就不敢將你們廉家 那你是做夢 我們就是要來替這樣子的一個言論自由的事情 我們要來看他們 其實像這樣的概念 更早之前 是應該是一二的時候 王美秀 綠豆的王美秀 他那個時候 跟陳傳越 大律師 他們兩個人 也是找了提示威律師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 那件事情裡面 他們也找我 比較是在負責媒體這方面的 什麼事呢 他們是替 在扁政府的時候 有大概十幾位 就說 比較色彩綠的這些官員 包括謝卿志老師 包括那個 那個徐天才 可能那時候是市長 包括那個 李梁 以前在高雄市的這個捷運局 一堆 一堆比較這個 這個綠色的這些政府官員 被司法體系起訴 他們整得很慘 謝卿志老師 那他們全心全意 把他的所學貢獻給台灣 到最後 那把他搞得非常的灰心 那說他 反正就是有的沒的說一堆 可是這批人到最後全部都無罪 所以說 國民黨體系裡面 他們利用司法力量 在整個阿別當權的時候 他們還是用他們的方式 去惡政一些台灣的 一些民主裡面的 就是民主政治裡面的一些人物 到08年之後 我們覺得這種事情不能夠再讓他發生 如果在綠色執政的時候他們這樣做 那藍色執政的時候他們更可以 就是說他們原有的概念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還有美秀 黃美秀 陳川月 律師 向這批人站出來 布立雄那時候也是裡面的律師之一 警示威律師 警示威律師站出來 替這些 這些 當年 被起訴 最後全部無罪的這些人 討論到 那種行動叫做破檢行動 檢視檢察官的檢 可是同 因為他是同音 所以 就是跟這個破檢而出的檢視一樣 就是破檢行動 破檢行動 其實我們控告了不少檢察官 控告了不少法律 這件事情其實讓整個的司法體系裡面的人 其實有點警覺到 你知道嗎 你們如果要成為一個政治的拿手 成為政治的幫兇 小心 總有一天 當人民開始反骨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付出代價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很照顧就跟顧立雄認識 我們因為我們一起針對不同的案件 我們那時候是 我分配的案件是 許天才的案件 你知道嗎 所以許天才先生的那本 《水落死不出》 那本書我開來的時候 他太太 把所有 他太太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細心地把所有的 整個過程裡面的很多的內容 整理出來 出那本書 你知道嗎 那個整個背後的都是 其實我覺得 最讓我感動的 你知道嗎 其實是謝卿志先生 你知道嗎 後來他回台灣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都不會碰到 你知道嗎 謝老師真的就是 我認為就是台灣人裡面 你知道嗎 真正這麼多年以來 也不求名 也不求名 就是為了 能夠替台灣做點事情 你知道嗎 那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我們做 這一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今天 針對他們這樣的事情 隨時隨地 我們要出招 出招的過程 出招了整個的過程裡面 到 整個的 到最後其實是 整個流程非常重要 整個流程裡面 經歷過了很多事情 其實 都是 下一步 台灣 如果要追求 更好 更高的 那種公平正義的時候 我們可以 學習的事情 所以 組一個 人權律師團的概念 就這樣子 那我相信 人權律師團的概念 會越來越多 其實也一直一直有 包括 這一次 一百多個學生 一百多個年輕人 然後被 當然也有 也有年紀大 有像蔡天貴老師 對不對 被起訴 也都是 人權律師 站出來 所以人權律師的概念 在台灣已經非常流行 太多的律師 很多我很驕傲 都是我的朋友 像陳薇凱律師 他們提那些 這個官場功能 這些年來打官司 那個 因為我常常在不同場合 碰到他們 聽他們講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台灣越來越多 對於自己 一個比較健全的體系 這個體系 當然包括司法體系 有一個概念的人 越來越能夠互看生氣 藉著インターネット 大家能夠互相 互相的傳統 把所有的力量 能夠分配到比較需要的地方 所以這是為什麼 2014年3月18號之後 整個台灣真的不一樣 因為3月18號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其實是把原先 就是說比較隱藏的很多東西 全部給互換住 那是很厲害的 在我整個選舉過程裡面 其實我自己最感動的 是很多人赤工 跟赤工都是年輕人 我們2013年做了 現法133時間聯盟 想要借罷免的方式 就是罷免立法院裡面 我覺得不適合的委員 我們這個時候選擇的對端 這對象就是吳玉神 我的老友 吳玉神跟我官司打那個 就是說經年初初 其實我跟吳玉神打官司的事情 是我人生裡面 我覺得最好笑的幾件事情之一 他這事情我總是不吝嗇的 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吳玉神也一定會很高興說 哇我的老朋友 我官司又在把我們故事分享給大家了 所以其實 在整個的這個學運裡面 其實我大家發現 由於這個長久以來 大家經歷不同的運動 尤其是像在台灣 包括幾年之前的熱身聊軟圈的事情 大土的事情 還有這個反媒體攏關的事情 反風車的事情 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情 其實都讓一個一個種子來在裡面 然後當時間到的時候 這些人全部 全部接了 全部 就是說 等於是 一個network就重來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 到最後 我對台灣還是充滿信心的 一個非常充滿的原因 因為太多人在裡面真的不知道 他們原來都可以 而且本來就是一個真正的民族的一個種子 知道 3月18號那天 我跟另外兩三百位這個年輕的人 我應該是從進去裡面 年紀最大的幾個之一 那我進去之後 其實我那天 那個晚上 我其實是在二樓 因為一樓那個時候已經是整個的 整個的被 那個椅子全部堵住進去 你知道 所以很多物資是從二樓運下去 那我剛好在二樓 那我就幫他們再運輸 那這個應該是管媽 那個 管閉領委員 知道他們拍的 那後來他們傳給我 我看說 欸 他說 我看到你在上面 你知道嗎 說對 好 這個 這個鏡頭 其實我很有 我很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進去的時候 我真的 我以前也比較不太 就真正的在 在第一線 然後 這個第一線 這個 這個 這種衝撞裡面 對吧 因為 我用我的方式 去衝撞體系 那 那這方式其實我覺得 是比較有趣的 比較幽默的 那 可是那天是真正的 就這樣進去 然後我才發現 台灣 原來 長久以來 就是有一堆的勢力在那邊 那 就是說 所以說 隨時 實際而動 因為 在進去之後 幾個鐘頭之內 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有多少箱的泡麵 礦泉水 餅乾 那種 那種 各式各樣的 那種 包啊 就說 盥洗用具 你知道嗎 一箱箱送進來 我在想說 是哪個單位 就是平常的準備這些東西 沒有 你知道嗎 我後來知道是一個叫公益會 一個 我後來就認識他們 那公益會其實 他們 你知道嗎 應該以前都 都搞過革命嘛 所以都知道 把公益搶在那裡 你知道嗎 所以隨時事情發生 他們全部把他們全部遇到 立法院去 你知道嗎 真的 我那天真的非常興奮 因為太多的物資進來 最後物資一箱箱 一欄一欄 就說 運到下面去 你知道嗎 然後中間大概有幾個小時 因為警察都進來 四個門 全部 那個學生在後面 這樣子 用椅子 把他堵在門後面 那四個小時 大家沒有在整理物資之外 其他的時間 我看他們都在整理物資 所以其實到了 九到了上午 我往下面看的時候 那個整個廠 那個廠桌球 露天台好 所有的一堆 一堆的東西 一分分別的 你知道嗎 乾乾淨淨的 漂亮亮亮的 就放在上面 我那時候還跟 那時候進去訪問的記者說 我告訴你 看 如果在旁邊 再買一個收銀台 就是十分以來的 是吧 真的 所有人都說 我要買衛生紙 聽到 不要哭起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拿走 拿走 他們不會說 謝謝光臨 謝謝光臨 你知道嗎 然後去睡覺 他們會說 謝謝光臨 你不知道要講什麼東西 意思說謝謝光臨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在台灣 所有的超商 你進去都說 拜 拜 拜 都這樣子 你知道嗎 從來沒有人好好的 把謝謝光臨的四個字 講出來 你知道嗎 一進去 拜 你知道嗎 就這樣 所以我說 他們除了 他們去拿水來幹嘛 除了沒有人跟他們講 拜 你知道 超商 你知道嗎 非常有趣 整個的 整個的這個 這個學運的東西 其實就是 我看到的就是 一一二九 整個的 一個大的 一個 台灣人 勝利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前奏曲 台灣的 民主裡面 今天本來講 官商勾結的東西 其實 在整個過程裡面 大家心裡面是有這個念頭 就是說 OK 我們一定要把這種 官商勾結 我們一定要把 國民黨的東西把它幹掉 可是現在掌權的 還是好龍兵 現在掌權的 還是好龍兵 還是好龍兵 還有沒有問題 你們掌權裡面 經過民主的程序 我們也尊重 可是你們中間做太多的事情 我們不會忽略 我們也不會忘記 然後柯P出來 就開始清掃 所以人家說 後來有一天 接著來訪問 談這個 整個柯P這個 這個這樣子的 這種對於這個 什麼五大必案 這樣做吧 我說就是要鬥鬥鬥 我用了非常兇的意思 藍軍受不了 你救人 好像是 馬英德森 就是前面那個 以前那個發言人 叫什麼的 那個 小強嘛 你知道 小強基本上 通常我對付小強 拿拖鞋就好 我那天很生氣啊 我那天絕對不拿拖鞋 對付他 那我的寫片文章 好好的把他罵一個人 你知道 那邊東西我記得 他好像是在 是在這個 講這個 厚道這個事情 你知道 他為什麼講厚道 因為 馬英德森要跟柯P握手 柯P不跟他握手 他說好 柯P跟他握了 然後概念是說 看看到底是這個 你知道 哪一隻手 就是說 哪一隻 一個起死回生的手 柯P就是 手術高了 那個手 你知道嗎 他那個起死回生的手 厲害呢 還是 馬英九這個死亡之窩 厲害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講的也沒什麼不錯 對不對 講的沒什麼不對啊 他本來就是一個 起死回生的手 因為醫生的手 基本上 主要起死回生的手 是沒有問題的 老大馬英九的手 本來就是死亡之窩 對吧 當然是有一點 有一點黑色幽默 可是問題就是說 跟他握握的手 本人去統計一下 真的 下場都很爛的 知道 莫名其妙的 那本來 你知道 你知道 可以就是說 明天世界第一的 高爾夫球女選手 到最後 都讓得很好了 老的手一握 你知道嗎 總是多個體肝 你知道 老公不行啊 你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說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太多人跟他握手 所以這樣講 也沒什麼不對 你知道 可是 這個 這個小強 他竟然說 他說 當初 蔡英文宣布 參選總統的時候 剛好日本發生大地震 他說 也沒有人把它做連結啊 你知道 這就是 可疲不厚道的地方 我天啊 我真的 我們這些人寫文章 我們這些人 這些人還做的事情 有兩個字 很重要 叫做邏輯 這是邏輯 所以我碰到這種 沒有邏輯的觀念的人 我就是 就是覺得 這是哪裡不舒服 你知道 我一定要把它 就說拉出來 你知道 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講清添楚楚 這我就寫信 我就寫個東西 就是罵小強 你知道 我說 我說 日本 對不對 321 日本 知道 321這個事情 你知道 發生 剛好 剛好 小英那天宣布 如此而已 你怎麼可以去做連結呢 對不對 我那天 我那時候寫得很髒 你知道 我說那天 你知道 你那個羅志強 一定 你知道 拉了一坨屎 你知道 那那天我一定 撒了很多泡尿 這個 難道你要把這件事情 那天每個人都做 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 你可以把 你說 你拉多屎是跟 就是因為311 所以拉多屎呢 不會嘛 因為311 所以我撒了幾泡尿 不會 我真的 我碰到 我碰到那些人 我寫的東西 常常都跟排泄器官倒在一起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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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司馬文武以前 寫過一遍東西 在講風光源 他說風光源寫東西 常常跟情色倒在一起 你知道 他說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方常常是搞出一些情色的新聞 所以我就特別喜歡 你知道 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喜歡 喜歡就是道德掛帥 你知道 道德掛帥的東西 常常跟這種 所謂的這種 情慾的東西搞在一起 你知道 其實這個是比較 說每一個人 比較 private 你知道 部分的東西 你幹嘛 就是說一天到晚 跟他把這個道德搞在一起 吳醫生就是一天到晚 就把道德來道德去 對不對 那最後出事情呢 出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跟他在一個奇怪的關係 是啊 是不是 所以就說那沒辦法 我還是要拿你奇怪的東西 來跟你開玩笑 然後被你告 我認了 對不對 可是連華人都覺得說 那 你做的事情 本來就跟你奇怪的關係 那 吳醫生有用奇怪的東西 講你們為什麼 那他被你告 你知道 還好吳醫生很聰明 他就有把官 就是把那個書 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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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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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自己給撤掉 你知道 所以我就說 小強講這個事情 講厚道 然後講蔡英文不厚道 你知道 為什麼講那個那個 那個科學不厚道 就覺得你們這些邏輯太差 我真的必須要不斷的 給你們再教育 這再教育有點簡單 就是告訴你們 邏輯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 那我也不要跟你講 什麼道德來道德去的 可是 如果你今天 因為邏輯不通 那你去罵人家不厚道 那我就必須跟你講 什麼是厚道 厚道 絕對不是你們這幫人 今天因為 開始變成落水溝 你們就開始要談厚道 你們這批人 當初欺負別人的時候 你們怎麼不會去談厚道呢 是不是 所以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 我對於這個 這個 他們現在這樣的處境 我其實曾經在節目上面 我其實公開的人說 我們要打落水狗 我們要打落水狗 你知道 打落水狗的概念 是魯迅提出來的 魯迅以前就在文章裡面 就直接在講 就是說 他打落水狗的這樣的概念 而且他還特別提到 打落水狗有分好幾種 如果那個狗不小心掉下去 你不能夠去打他 你要去救他 他可憐 掉到水裡面去 他的落水狗 落水狗很多層次 所以你要把它救出來 因為那隻落水狗 是一個 不小心成為落水狗 的一個落水狗 那時候你不能夠去欺負他 有些人是跟你在 跟你在對打的過程裡面 被你打下去的 那種落水狗 不能夠讓他起來了 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一下打 他要起來 絕對不能夠讓他起來 因為他起來 他還會來咬你 這是個概念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 對於馬英九他們這批人 開始慢慢慢慢的 這個官司開始一個一個出現 你知道嗎 大家一哄而哨 你知道嗎 開始踹踏 你知道嗎 就說你要想想看 他站在那個碼頭上面 很多人站在那邊 摸水狗要起來的時候 這樣踹踏 但對狗是有點 當然 對不起 如果裡面有很多喜歡養寵物的 這個落水狗是一個概念 不是真正的落水狗 總而言之 我覺得 在台灣的政治裡面 一直到了 柯P這樣出來之後 我覺得 我們終於看到 這批政商勾結 是勾結得多厲害 柯P後來大賓 團隊問我們 當然連戰委員 我說好吧 我就說來當連戰委員 你知道嗎 可是我知道連戰委員 其實沒有多大的權力 而且其實如果我們要 一法行政的話 一法行政這個四個字好像 你們常常喜歡講 你們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自己這四個字好像已經臭掉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要依照這種 整個法則 法條去工作的話 其實 所謂的連戰委員會 其實裡面要有很多的 一個先行的一個 比較屬於結構面的一個 在照 完全對著 你的套牌很不足 可是不是你的包子快 放你接上去 哇 那這樣子的話 我 我好像 可以嗎 我可以拿我的 OK 如果你有包子快 這個就沒有辦法 跟他對話 這個就是 這個就只有拿著一個 東西過來的 不像是說 你還是可以明天 我再跟你講 那個 那個 我的那個 後來我的那個 我記得我有電線 我有帶電線 在我的那個 在我的那個 那個 袋子裡面 應該有 沒有 好 那我繼續 只是在這樣 只是在這邊 裝一下而已 所以 今天 當國民黨的一些 結構面的東西 然後會 因為 一二九的選舉 會露出 他的這種 這種成熟的麵包 以為露出來的時候 其實 我們打落水口的觀念 就包括 我們在 二零一六年的 我們要在二零一六年的 六十六號 要讓這隻落水口 要基本上要永遠上過來 這是我們的觀念 因為 台灣的民族 正是因為他們講到後道 我們必須 要 用我們的方式 就是讓整個結構面 更健全 讓整個結構面 更符合公理 公義 只有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面 我們才能夠來 談所謂的後道 如果結構 永遠 永遠是以他們的遊戲規則 去談後道 台灣人永遠 被這些人欺負 台灣的民主 永遠 有一層陰影在上面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作為一個 這麼多年以來 在媒體裡面 工作這麼久的人 我看到的東西 其實 我必須講 遠遠的 比一般的人 看到的多太多 所以 當我們知道 有些危險 是存在在那邊的 我們必須還是要跳出來 沒辦法 其實 我基本上是一個做創作的人 我真的是希望有多遠的時間 去寫劇本 去玩 單口相聲 可是 沒辦法 因為 當結構面 不健全的時候 一百個巨團 一年的用度 兩億三千萬 可以讓一個人 兩個晚上給花掉 混贈 他罵他又被他搞 我也被男生穿搞過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那就是要去搞他們 所以你不能說 我厚到 因為我被你搞過了 你知道 你知道 我不但就說我是 因為被他告到很遠 所以這個是比較是 老實說 有這種 正面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衝突 去想想一百個 台灣的文化的小巨團 小的創業團體 一百個巨團 一年的用度 因為這是統計出來的 一百個 藝文團體 一年的預算 是兩億多一點 所以你 賴生川一個晚上 兩個晚上 actually 會把這個錢全部花光 你說 他們是不是另外一種 被惡搞的對象 的確是 這一百個藝文團體 就是被賴生川這批人 就是被聖聖的這批人 惡搞的 所以怎麼樣 要我們還是 精神賦予 不可能 當然是要站出來 當然是要跟他們對幹 對幹 還不是說 我們贏了就好 在法 在司法體系裡面 我們贏了就好 對幹包括 以後 整個改朝犯代之後 要把所有的真相 再挖出來 這就是轉型正義 這就是阿扁在2000年之後 沒有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知道 德國怎麼去做轉型正義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學習的對象 有一部電影叫 《竊聽風報》 就是在講 東德的時候 共產黨 共產黨怎麼樣子 用確定的方式掌控人民 然後 從柏林圍牆倒了 然後 東西德 合併 在一個 他們的 一個新的德國下面 他們啟動了 所謂的 整合轉型正義的工作 包括 比如說 像這樣子的劇本 這樣的電影的 一步步步的出現 他們拉股 德國人看到 當一個國家 充滿了情治體系的 細胞在裡面的時候 你們的生活 其實是 隨時隨地 是會被侵犯的 這是你們不知道的 每一個人的人權都不保 因為國家的力量太大 所以德國 當他們在這個轉型 這個時候 他們規定 以前 如果你是法官 以前 如果你是警察 你是教師 如果你在 東德掌權的時候 如果 東德共產黨掌權的時候 做出過 侵犯人權的事情 被人民拿出來 檢討 對不起 東西德和平之後 在他們的新的德國裡面 那些人 是不能夠再回去 做這些工作的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開家麵包店 你可以去 做生產 做生產業的東西 你可以去從事另外的服務業 對不起 你就是不能夠 在船上防袍 你就是不能夠 在船上警察的制服 你就是不能夠 再進入 你知道 這個整個的 較為警戒裡面 因為 你曾經做出 侵犯過人權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 以後 如果 2016年 整個台灣 整個的重新 就是說 回到台灣人的 守衛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 在法理面 在各個方面 我們其實要開始做準備 我們其實 要 讓 像金普聰 像馬英九這批人 這些年來 做了這些事情 要必須要看在陽光下面 再接受經驗 其實 2014年 我參選市長 其實最原住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 用一種另類的 選舉的方式 讓 一種另類的人 能夠出來 參與正式部 只是我2013年 因為 啟動了 先把133世界聯盟 做霸擬的事情 所以 我20 在整個霸擬過程裡面 我跟同仁說 不要去談選舉的事情 因為 這是兩個 互相衝突 互相衝突的事情 我不願意讓人家覺得 好像這個人出來做霸擬是因為 想要 贏得一些 這個 曝光 為他 這個2014的選舉 去那邊造勢 所以我從來不談 所以當我2014年2月 整個 霸擬的事情 因為差1686條 沒有做成功的時候 我 宣布參選市場的時候 其實 另外一個白目 已經 非常 很出名的 就是柯P 我是 在我的部落格 我是 部落格叫做 國寶級白目 我望遠在此 所以我是很早就自稱白目 柯P也 最後得到一個白目的封號 所以其實兩個白目 基本上 我覺得 我覺得 在台灣政壇 也許有些人說明在惡搞 可是我覺得 在結構上面 我們希望 能夠 衝出一些不一樣的結果 那總而言之 台灣在 一二九之後 人家 特別來問我 我說 龍外元 你的票 才八千多票 等下赵伯伯都一萬多票 那你怎麼想 我說很好 很好 我說 赵伯伯這樣子的族群 在台灣近久以來 是被剝削的 是被欺負的 那軍方的體系 那軍方的體系 農民的體系 我們什麼時候 看到農民被善待過 那軍方體系裡面 吃香喝辣的 永遠是那些將軍 他們光是他們的建設 就是說 最後 重新改建之後 每個人 平均的獲利 如果他把這個建設賣出去的話 是五千萬 陳定官 這個非常好的主持人 他曾經做過這樣的提供 我記得這個數字 我記得非常清楚 平均獲利是五千萬 那這些農民呢 這些農民 唯一受到重視的時候 就是選舉的時候 他們會來跟你鞠躬 希望跟你 讓他們跟你握手 希望你捧他 可是這一次 因為趙貝貝賣出來 很多人發現說 我投不下這個信念的 我投給趙貝貝總可以嗎 所以 當他的票數五倍的時候 我其實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 這是台北市民 台灣人 像趙貝貝這樣的農民 接他們的這樣的組織 致敬的一種方式 那天我記得 我在演出裡面 我最後 我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漫畫 我說台灣人就好 台灣人就好 台灣人就好 其實背後 包括了 是所有人的能力 所有人 也許 鄰居立利亞 到塔拉 比如說像柯平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出來 因為 只有這樣子 讓連家的勢力 完全被禁断 台灣才有希望 這我不能夠想像 如果 嚴盛門當成台北市長 你說到現在 會有這五大弊案嗎 不會 這五大 所謂的這五大弊案的 背後的這些參與者 現在 也許他們正在計畫 更多的弊案 就是這樣子 總是 從 這個 各式各樣的 繼承的這樣子的 這個勢力裡面 互相 輸送利益 台灣才會變成現在 這樣子 正常的整個勾結 我們看到每個事 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們看到 這個 例如說 像這個 光華商場他們那邊 不知道 就是 那個所謂的 這個三創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想像 一個開發案 一個文化的一個 跟文化有關係的一個開發案 它的主體 竟然是在定義下 竟然是停車場 所以後來 後來我就在一個演講裡面講 我說停車場有什麼好想 就是說 跟文化沉上的關係 然後 政府 把這個 地下的這個停車場 全力 就是給了 這個 台灣守護 對不對 然後台灣守護 它在上面 在蓋著 一二十層樓的這樣子的空間 那個是他們獲利的來源 我說 如果你今天 地下停車場 要來搞文化的這種文化化 他們也不應該這樣子搞畫 台灣守護 他們不應該 在地下停車場 比如說 OK 蓋個三個樓層 四個樓層停車場 他們應該在 如果他們真的是跟文化有關係 跟想像力有關係 他們應該從停車場 這樣子概念出發 去做文化揮畫 想想看一個有想像力 然後有文化感 覺得停車場是怎麼樣的 那個才有趣嘛 那我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要去玩這樣子的案子的話 也許 你車子開進去的時候 它馬上 那種自動系統 就有一種導引 貴的車子停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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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族群要分開嘛 不是有錢人 那我們的車子怎麼跟你的車子 你的車子髒髒的 直到車子房間 那不行了嘛 對吧 OK 如果這樣子的 整個Smart這種System出來的話 那你車子一開進來 那資料馬上看出來 OK 這部車子不能夠 不能夠跟那部車子停在一起 因為他們兩部車子以前撞過 哈哈 以前出過車後的車子 都不能夠停在一起 對 這樣子才有想像力 這樣子才是一個文化感 覺得停車場 是不是 對啊 經歸車 全部停在經歸車 沒有 因為開經歸車的人 其實他們其實 在美國會前 開的是Common Gear 是一種經歸車裡面 比較奇怪的 扁的經歸車 我們在康東開車的時候 看到另外一個Common Gear 我們是會打招呼的 你知道 就說 我們是同樣的停車的人 對不對 那你說開這樣子的一個 文化感覺得的這種停車場 才會施政武藥給他們 就應該搞出這樣子的停車場 對不對 和經歸車這樣 全部在一起 對不對 同一個同鄉會的停車 全部在那裡 那夏爾拉打招呼 那鄉音是一樣的 哦 這個髒話來了 我今天出他的口音 所以 這樣才對嘛 不是啊 那最後還是賺錢 你知道 所以我還覺得台灣 整個官商公傑的東西 到最後真的 真的讓我難過 所以 人家說 你賣給科比 那他的行政 我說當然支持啊 你知道嗎 就是說科比所有的 你知道 只要是 有核心價值的東西 基本上 我覺得 都應該支持 那 其實我昨天在 Russian那邊講 我其實在講的是 台灣 政治裡面的一些幽默的東西 你知道 那今天因為 講這種另外一個題目 可是我覺得 有些東西 如果 相親 覺得 去 還是願意再透露一些 我覺得昨天 笑聲比較多的 一些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你知道嗎 那個才真的很笑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個才真的是說 大家 都抱著風雪開車過來 你知道嗎 哇我今天有笑到 你知道嗎 今天有笑到 回去才可以講一些事情 對吧 所以無論如何 就是 我實在是忍不住的 我還是要講一些 覺得比較有趣的 比較有趣的 例如說 我跟 為什麼我出來選舉 那出來選舉就是 要把連勝文打下來 所以所有的東西到最後 都跟連勝文有關係 人家說 你跟科比好像是分鏡夾擊 我說這個是一個抽象的一種概念 他選他的 我選我的 那他也沒什麼好 值得我去攻擊的 對不對 對啊 那我攻擊他幹什麼呢 對啊 我要攻擊他 剛剛是覺得說 絕對不能夠讓他進入台北市政府 一個人 要教育政府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族嘛 他們家族過去兩代 怎麼樣弄到幾百億 那這是非常實質的 其實是非常可疑的嘛 對不對 那這種人來的時候 他們在跟中國共產黨搞在一起 跟台灣以後 都被他們賣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絕對不能夠讓 連家進來 我很遭遇前 我在節目裡面一直在講 你知道 連家兩代公務員 怎麼搞出書本一 我那時候就要講 有一次我參加 我去參加 鄭鴻一的節目 我記得類似我在講 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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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全家一放學之後 小朋友一放學之後 我回家 就全部擠在客廳 做家庭手工業 哈哈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哎 台灣的整個街的有氣力發起 不都是做家庭手工業出來的嗎 家庭手工廠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說他們家一定去看 那一定是年輕人 從小就跟他姐姐 妹妹 就是一回家 就是做聖誕燈 好 哈哈 全家都在來搞 對不對 然後就搞應該這個 組的外銷 這樣子的 努力的 什麼 十一點都要睡覺了 繼續做 那做到半夜十二點 才能夠出去 才能夠上床 對不對 在聖誕節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台北 那也許我們那時候應該砍到 你知道嗎 人家的那些小姑娘 都在街角賣火柴啊 哈哈 我說先生買根火柴吧 啊 我爸爸成為一萬人富翁 這個過程是很接心的 先生買火柴吧 可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 他們家才能夠 哎 要不然公務員 公務員的薪水是死的嘛 怎麼可能呢 我爸爸公共程度上面 也算是勞工 也算是公務員 那這個薪水是固定的嘛 你知道嗎 那怎麼沒有像他們家 怎麼幾百億出來呢 是不是 所以我說一定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 我們就是抱這個面頭 就說好 就是要讓人家 這個真的 你知道 連 連戰 哈哈 要推他的公子出來 我們沒有一件 可是 我們覺得這個背後 其實有太多的一些危險 而且 其實太多的 不公務員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 想辦法 在選戰 利用選戰的這個時機 你知道嗎 去鋪漏一些事情 這是為什麼 當連勝文 他們例如說 他們做了一個廣告 你知道 連勝文的廣告 大家看得出 他的背後的深意嗎 我們很多人看 看了半天看不出來 你知道 我們只知道 有一個小丑 在一個車輪上面 表演特技 哈哈 就這樣子嘛 這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我們只知道 你知道 他這個眼神 你知道 就說充滿他 像一個 你可以說他 你知道 就是一種可疑的眼光 然後或者說 也許有非常深思議的眼光 不管怎麼講 你知道 你知道 那看一看去 不知道這個廣告的幹什麼 那他的參選 他也是市長 那他們家很有錢 所以他可以在 像商業中刊這樣 什麼雜誌上面 一直做廣告 你知道 所以那個廣告 整個像下的應該幾百萬 上千萬 絕對少不了 你知道 整個廣告 只透露出一個 真正 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 這連勝文的手錶很貴 哈哈哈哈 這個才是真正的訊息 我們 我們那批呢 我們的學生呢 團隊在那邊看了半天 說 這個是訊息 這個是訊息 你知道 可是到底是什麼樣的訊息 也搞不太懂 所以我們 當我們要來做個廣告 你知道 也來 像 連勝文的廣告一樣 去彰顯連勝文 那我要做個廣告 來彰顯我自己的時候 所以我就只能做出 像這樣子的廣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一個 一個完全的一個copy 你知道 這個在喜劇裡面 叫做parall 這個模擬嘲諷 你知道 是不是 這是我覺得多了 2014年 有權貴 康征是畫在據點 我說 國民黨這個車輪還不敢畫的 他也像車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亂畫一通 你說這車輪 那不是車輪 對不對 那我說 那很厲害 你知道人家是國民黨的車輪 你知道 可是大家看看 我的眼神是臉色一點 哈哈哈哈 suspicious 的眼神 你知道嗎 有點 sincere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外面這輩子沒有戴過手錶 哈哈哈哈 那怎麼辦 人家的整個精華就是手錶 那我沒手錶 我給你比什麼 他沒辦法 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我就給我打壓給我女兒 我說 欸 壓得我說 爸爸學女兒學那麼久 你一點忙都不幫 我說 這好像有一點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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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冷漠了 我說這樣子 因為我女兒是學藝術 我說 站著 你學藝術你幫爸爸畫個表 哈哈 他就 啊 他說 他說好 他說爸爸 你知道嗎 因為你說我好像有點冷波 那我幫你畫四支錶 他說我畫四支錶 原來有方的 都有票的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 然後跟我考慮手錶 畫這個手錶的時候 我只跟他講 一件事情 我說要畫十點十分 因為所有的手錶啊 那十點十分那個 呈現是最漂亮的 我說 我們要畫十點十分 我就給他上了一顆 廣告裡面的手錶去看 都是十點十分 哈哈哈哈 沒有 不好意思 就 大家就這樣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們用我們的方式 不花錢啊 英特內不花錢 英特內擺上去 然後大家傳來傳去 然後大家笑死就說 不花錢 所以這就是我對於 一個億萬富翁 然後他出來選舉 不是億萬富翁 百億億萬富翁 百億的富翁 然後他們要出來選舉的時候 我們唯一能夠做的方式 這就是做的事情 是吧 其實 剛剛前面講的 然後坐監席 席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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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十二點鐘 還沒有到提 你知道嗎 在那個時候太晚了 然後警察過來講話了 我想 你知道 雖然說已經要準備坐牢了 可是不好意思 就是說 你知道 再給他控告一個東西不好 所以我就 我們就收監了 你知道 整個搞笑的東西 那 其實 只要是 只要是 連 他們那邊 有什麼 舉動 我們那邊 我們這邊 就用一種比較幽默的方式 回應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所謂的喜劇的writer 這個喜劇的演員 就說 對於喜劇這件事情 充滿概念的人 我也覺得 我應該是台灣 最棒的幾個 所謂的喜劇的作者 而且 我因為二大友看過一部電影叫做 《衛人民服務》 《衛人民服務》 是我在1999年拍的一部 就是 有這樣的許酒精的人去選 台灣總統 這部假的紀錄片 假的紀錄片 所以 我們覺得 喜劇 應該是我最拿手的 一直到 《衛人民服務》出現 《衛人民服務》 《衛人民服務》 我在台灣 我從來沒有看過 一位政治人物 這麼幽默的 《衛人民服務》 《衛人民服務》 我們寫幾句 很辛苦 我們要去思考 這樣子人家會不會笑 那樣子 改一改 人家會不會笑 對不對 我們要把整個的對話想出來 情節想出來 好 這也許是一個人家看了會覺得好笑的問題 很辛苦 那些喜劇 是最辛苦的 寫悲劇 其實比較 比較容易 脆肥的東西 比較容易 可是你要叫它 發笑 真神 所以我知道喜劇的難處 可是你們認為是渾然天成的 他舉手投足 有沒有看到那種喜感 對不對 那種喜感 他隨便講什麼話 就讓你噴飯 對不對 台灣 那是什麼樣子的家庭教育 會訓練出這樣子的有喜感的一個人 連戰 連方雨 這種人 我想OK 如果是他們那樣子 這種訓練出來的話 我想看也許 你想想看 以前連戰 借錢給伍澤余 連收據都不要 360028萬 對不對 那些事情 如果鬧翻天啊 再打開 那你360028萬 借給伍澤余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借給他 就借給他 那收據呢 收據沒有 翻箱倒可以找得到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新新聞 我製造了三張假收據 我就登在新新聞上面 我說這三張 就是 連戰 連方雨 借給伍澤余 這個360028萬 這個收據 我就登在新新聞上面 我有非常 那種非常寫的 很難看的這種 這種中文寫下來 然後 指向什麼什麼 借著360028萬 反正人家胡扯一通 你知道 他們看了嗎 拿我一點白馬的沒有 然後他們說 這不是這個收據 那你把真收據拿出來啊 對不對 拿不出來啊 那我 我就幫你做了 對不對 有那樣子的爸爸媽媽 訓練出來的一個喜劇演員 叫連生文 那當然是 那個是天生的一個喜劇演員 對不對 而隨便講什麼話 社子島是一個島 拜託 你不能說一個後面有個島 就是一個長島 是不是 你知道 那這樣的話長島中間 你知道 是不是也是一個島 反正你知道 我覺得 連生文 用他的那個智商 去想台北的很多事情 你知道 不噴飯才怪 真的 我記得有一次 高雄氣爆之後 因為高雄氣爆之後 為什麼氣爆 因為地下充滿了 瓦斯管線 這種會爆炸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 連生文在紀元的時候 他突然跑到 這一個南機場夜市 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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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和森里長的那個地盤 他去 南機場夜市 去關懷那一邊的 攤飯 去關懷那一邊的住户 說這個地方這麼老舊 你們地下的這個瓦斯管線 是不是有危險 我以後 當年台北市長的時候 一定要幫你們全顧的 翻修這個管線 方和森里長跟他說 我們這邊太老舊了 所以 沒有這個瓦斯管線 他說 他說 高雄就是因為瓦斯管線 破舊 所以才爆炸 所以你們這邊瓦斯管線 一定要去 你知道 要去整修 他是非常好心的 要幫另一個社區做改造 方和森里長說 我們這邊沒有瓦斯管線 喔 不對不對 你們就是瓦斯管線 一定是很舊 所以要去 你知道 我們要好好的檢查 有沒有漏氣啊 有的沒的 講一堆 方和森里長一直跟他講說 他們那邊沒有瓦斯管線 因為他們那邊都是用瓦斯筒 對不對 講到最後 方和森里長哭了 為什麼跟你講不通話呢 我跟你講沒有瓦斯管線 就是沒有 他除了沒有開放在那邊 跟他單秒之外 你知道他沒有辦法 他就哭了 對不對 然後報紙 那邊的銅牌報紙說 你看方和森里長 對於 就連勝委員在關心他那邊 那想要幫他們改造 整個的整個社區的 整個的 你知道空調的這種 整個的設備 然後感動了 就最後哭了 不是 他氣哭了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瓦斯管線 聽懂 沒有 你們還是要檢查一下 就像大山高山那種 露氣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被子 我看過那個新聞 我跟同人那邊聊天 我說相不相信 連勝委這輩子 沒有見過瓦斯筒 是不是 沒有見過瓦斯筒 他就進入地堡的時候 一打開 他那個廚房 因為空就是有瓦斯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會去這個地堡 十八樓 去送 沒有人會去地堡送瓦斯筒的 是吧 瓦斯筒 瓦斯筒 大家如果在台灣住過的話 是一般的四樓的工 我們就說 瓦斯筒老闆送瓦斯筒 是 行情是不一樣的 五樓 五樓 加十塊 四樓 是四樓 加錢 三樓就減個四塊 因為你少罰一層樓 比較輕嘛 連勝文他絕對 他也不會去那些 比較底派的家庭區 你知道嗎 這什麼東西 好像是茶袋 不會 不會 絕對不會 他在整個的生活境界裡面 你知道嗎 瓦斯是每一個家裡的廚房 必備的東西 哪裡來的 從地下上來的啊 老闆就舊的話 就要去整個檢查 換新啊 要不像高雄一樣爆炸 他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他不知道 南京廠所有的參放 全部都是瓦斯筒 所以他那一天 我那天後來 因為這個事情大家不要心裡記得 你知道嗎 報紙一直要替他原謊 就是說 他後來才知道說 哎 怎麼又出了這樣子的一個笑話呢 對不對 就他最後 你知道嗎 他那邊的人一直想替他 就是說 打圓場說 他知道了 他知道其實 那邊沒有地下管線 其實 他當然不知道 才會講那麼多 你知道嗎 才會講那麼多 才會把放到森林上 搞哭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你知道嗎 那你也不能怪他 他這種出生 他這種出生 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從小 對不對 他出去一定是 聯邦委員會問他說 寶貝 五萬筆夠不夠 你知道嗎 皮卡里就是一堆錢啊 因為他才招待同學吃飯啊 吃便當啊 所以他如果 他說他在班上 常常 你知道派拿著便當 你知道 他就拿過來吃啊 你知道嗎 有些東西 他覺得你吃不完就吃啊 然後他講的 說跟同學都是混亂熟 的確是會混亂熟啊 因為其他時候 你知道 整班的也許 整班的那個鐵杂也許 都是他請的 對不對 所以我也覺得 他從來有沒有這種問題 那這種人進到市政府 那其實 唉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整個燃機場 整個地下全部都賺瓦斯了吧 還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但是 的確是應該要upgrade一下 你知道嗎 所以 其實 他因為 這種出身 所以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庶民 當他不知道什麼叫庶民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做很多的這種 這種奇怪的一些動作 那為了要證明自己的庶民 那 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就必須在來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的指控科技他們 販賣器官的事情 對不對 販賣器官 對於一個醫生來講 他真是很嚴厲的指控 好 那 指控 完之後大家可以找來找去 有沒有 我覺得是當然無聊 那 可是我覺得 學取血道像這樣的地步 那 如果 我不出來 稍微 主持正義一下的話 好像我在那邊也沒什麼作用 所以我不出來主持正義 我這個時候 我其实在网络上面我就说 真正贩卖器官的 不是科匹 科兵没有贩卖器官 科兵整个的 在书里面对他的叙述 不是在讲贩卖器官的事情 我说真正贩卖器官的 其实是年价 这是很严厉的指控 我就期待说 OK 人家一定会被我 去展开司法诉讼 可是我怕因为我有 潜水艇部队保护我 我就说 你家是贩卖器官 他就说那你有证据吗 我说我当然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我能够讲这个话 所以后来这样子的概念就传出去了 传出去之后 越来越多的主持人就问我 说官员 说他们贩卖器官 官员 我就在那边微笑 在那边说就在讲 这个主持 那我其实是在希望他们等 等着他们准备来告我 你说我们家贩卖器官 到底是谁也讲出来了 对不对 那贩卖器官的证据在哪里也讲出来了 OK 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开始慢慢慢慢的延烧 闷火 大家也不太敢讲 因为这真的是很严厉的指控 讲人家贩卖器官 最后有一次 好像是在灵官的节目里面 还是在什么节目 终于忍不住了 那不光是你今天要讲清楚 林家是谁贩卖器官 我说好 你们真的要听 我就跟大家讲吧 真的贩卖器官了 就连社会了 真的在哪里 在林家夜市啊 他卖猪肝汤啊 是吧 猪肝不是器官吗 如果猪肝不是器官 那什么是器官啊 是吧 那他卖猪肝汤 谁说他可以在那边 随时随便卖猪肝汤 对不对 人家这种摊放 要有吃灶 对不对 你没有吃灶 你在那边搞什么 可是他为了要 让大家觉得 他是一个树敏 所以他就在那边 然后去林家夜市 然后去卖猪肝汤 他在这边呢 他在那边帮他端咖啡啊 这个新闻大家知道 是吧 那我说现在我喝咖啡 人家认识我 如果朋友要拿咖啡 我说那我寄聊一寄来 你知道我不敢 那你再帮我端咖啡啊 你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就这样子 最后就是这样子 喜剧收场 他说哦 这样子 那我想人家一定松口气 还好没有去告白咖啡 笑了他 那又是个笑话 是有在卖器官 猪肝如果不是器官 是不是是器官 对不对 那为了这个 你以为你在林家夜市 卖个猪肝汤 你就是可以变成树敏 那我是不是 如果这样子的概念成立的话 那我今天 我是不是在地宝面前 地宝前面坐个半个小时 我说我就是一万乎翁了 是不是 这个 这个逻辑就是我前面讲过 我们最厉害的逻辑 对不对 就是这个逻辑啊 对不对 你们看到很多一万乎翁都打狗胎的 对不对 那打个狗胎啊 这地宝的拉门 对不对 那这地宝的行为人行道上面 对不对 我拖个亭箱 然后带个小椅子 是吧 因为我们家也住地宝 的对面 哈哈哈哈 在对面 真的 大概走路大五分钟就到了 是吧 又很近 是吧 所以我就拖个箱子 然后带个小椅子坐在那边 然后我同学帮我拍一堆照片 是吧 然后我就散出去 好 如果你卖猪肝汤 你就可以变成树敏 我当然坐在地宝前面 我也可以变成一万乎翁 好 那只是暗爽啊 对我来讲是暗爽 那哇塞 我今天也是一万乎翁 那我坐在地宝前面 你知道 就过两天 有几千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不要笑我 我没有骗你 这不是笑话 就是草域 记不记得 草域那天 几千个人 然后全部都到那边去了 那 这 这 大家原来都讲好了嘛 就是说在草域的时候 大家坐在地宝前面 睡一个晚上 好 当年那个李信掌先生 不时帅俩拿家 而是睡中朝公路 那个是整个的台北的 对于居宅正义的一个最严厉的一次 最有趣的一次表态 你知道 那去年 2014年 另外 你知道 经过那么多年之后 你知道 这个整个的 当初那些人 就是 也是在这个地方前面 那几千个人就坐在那边 睡了 睡了一个晚上 不是笑话 绝对不是笑话 你知道 当然 因为那天我反而没有去 反而要去的 反而没有去 因为临时收到他通知 我就说 要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在桃园回山 你知道 住个2014年 我本来真的要去 跟他们一起睡这边的 没办法 就是说 那只路间通知 就没办法 我就说 好 完了 我就睡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你不要讲 1520天 每天早上 时间一到 饭就送过来了 对 然后 中午时间一到 哎 睡午觉 对 下午 人都是看书 然后 晚上时间一到 哎 饭又来了 三 我从来没有 这么回回几句的 过过20天的这样子 三餐就说 都非常准时的 这种生活 从来没有 但当兵的时候不算 你知道 当兵的时候很累啊 对 可是 在桃园街 一天也不一样 那个 每天就是 像大爷一样 就是说 饭就送过来 饭来就是 张口就好了 就算是坐牢 你知道 也要来一个 就是说 用这种恶搞的方式 让他们不太高兴 你知道 就算是坐牢 你知道 也要把这种概念散发出去 所以 当一百多位学 这个年轻人被告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说 还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 我说 你就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修养 你就真的是进去 好好地修养 修养 因为大部分的人 如果要进去 像这些学生 他们因为是短期的 比较不会去下工厂 因为我知道啊 因为我进去过啊 对 比较不会下工厂 那下工厂 第一个 就是时间比较长 第二个 那他们 就是他们要选择一些专业 那例如说 我进去的时候 其实 其实 那个里面的那些 我们都叫组队 对吧 我就是问主人说 那我要不要下工厂啊 对吧 那主人就说 那你的专厂是什么呢 每个人下工厂 都要有专厂啊 我说我的专厂 我的专 我的专 我说我的专厂 就是骂人啊 对吧 那不行啊 你的下工厂 大家都已经心情不好了 你在那边去骂人 你知道吗 那你就会 会有暴动啊 对吧 就说 那你就不下工厂 其实不是 你知道吗 其实我 因为没有下工厂 是因为 我的心气太短 二十天 你知道吗 所以不必 你知道吗 不必去那边 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在 经语练 还是要用一种 你叫 听众的方式去面对 你知道吗 一定要那 我们党人也知道 那你怎么去整 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无所谓 就是这样子啊 民主不这样出来啊 七十年代 六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多少人被二十 他们 他们会退缩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在那个 在那个时候 两讲的时候 其实 我们如果今天回去 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的 很多事情 幽默的事情 其实早就存在了 其实 大家一定很有影响 郭贝宏 郭贝宏 那个时候 不是在新庄 他在那个主题场那边 他偷渡回去 然后警总一批 然后在抓他 对不对 他们说 不会他在新庄 比如说 那个那天是谁的演讲 都在那边 周卫英 哦对对对 都在那边 郭贝宏在那边 大家就抓了 外面沉沉的部署 然后准备抓的时候 突然灯一暗 然后灯再亮的时候 每个人脸上 都带郭贝宏的面去 这个是多 多幽默的事情啊 谁说幽默 没有在台湾的政治里面 幽默的老早 就在台湾的政治里面 对不对 太多的镜头 如果我们不去 那就是说 往这个 这个比较悲骨的这一面 去思考 如果我们 你知道 我们把一些比较 值得我们 就说 会让我们笑的事情 很多啊 那把它整理出来 其实在整个民主过程里面 也充满了很多 所谓的乐趣 当然这是 那种苦中作乐的东西 我们宁愿 当然不要有这种苦中作乐的东西 可是如果 当苦是成为一个 必然的 一个大环境里面的 一种氛围的话 我们也没有必要 一直在他们的制约下面 一直过着这个所谓的苦的 这样子的日子 我们总是可以苦中作乐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面 我就算到了牢里面 我还是要想出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倒下去 我那个牢房 是关两个人的 后来人家跟我说 何事 就是阿别以前关了牢房 所以我 我不知道我那个牢房 是不是阿别牢房 反正 我后来看一下 以前那个照片 搞不好还真的就是 那边牢房和大家就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 阿别是关同一个区 那个是确定的 墙上面 他就有一张 这个通知 上面九条 这些受勋人 他们叫做同学 同学要注意的事情 我看了第一条 我看第二条 然后第九条 我说 OK 这些我会遵守 没有问题 可第一条 我后来说 我绝对不会遵守 为什么 他说 叫改毁向上 改毁向上 你屁 改毁向上 我出去 我碰到甚至能这样子的 人家公务员 我就不能够骂了 又改毁向上了 对 我碰到 在碰到他这样子的 人家公务员 不能说 哇 你们这些浪费的公务员 你知道 就是会讲一些 非常Mile的这些话 你知道 而不会说 有那种比较 凶一点的 比较平静的 这种话去讲 所以 改毁向上 No No way 改毁向上 你知道吧 所以出来 我们宣扬的概念 不能改毁向上 当然 有些其他的受信者 他们是希望 改毁向上 你知道 同样的概念 我最后一天出来 那天好像 八个男孩 九个人一起出来 你知道 每个人 走的时候 那个 今天不是点语讲 是里面另外一位 比较高阶的 点语官 就一位一位 一个一个 你就问 你知道 就是大家都穿着蝙蝠了 你知道 那你出去之后 那你什么都不进来啊 什么的 那你会不会这个 那每个人都说 爸爸 我以后再也不会进来 就一直讲 他问到我的时候 我说难讲 哈哈哈 我就说 你要 他都是 这个 都是一些 自私的问题嘛 他说 文生 那你以后 你把我进来 我说 这个难讲 你知道吗 因为 外面这么多坏蛋 你知道 那坏蛋很不骂 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那骂了 结果又要判刑 比如说我骂了这个 这个叫金鼓冲的 对吧 那又要判刑 那判刑 那他还是进来咯 对不对 如果说 难讲 那 那位官员去笑一笑 让他知道 官员的个性 他就这样子 也无所谓 所以整个的 就算是坐牢 我觉得 我们还是用一种 比较有趣的方式去 去面对它 整个的 整个的坐牢的时间 然后扣掉 头一两天 其实 我看了十六文的书 十八天看了十六文的书 很多书 其实 都是在我在 在以前在外面的时候 就想看了没有时间看 所以 那个 那个 那段时间 其实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 比较算是像充电的 这样子的 这个人情 你知道吗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看的第一本书 是Steven King的 《四级奇谈》 《Diffin Seeds》 他的第一个章节 一个第一个中篇 那个是 那本书很厚很厚 然后四个中篇 构成的 第一个中篇 就是后来改编成 《刺激1995》的 那个 那个 原著小说 你知道吗 《Rita Edwards》等的 《Shangshank Redemption》 就是这个 那那个小说里面 那个中篇里面的 第一句话 竟然就是 我相信在全美国的监狱里面 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 我记得好清楚 你知道吗 都在讲说 搞什么 到监狱来看了第一本书 就跟监狱有关系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看了好几本书 很多都是跟推理小说有关 这几本天理小说 那 看到最后的发现 都跟犯罪有关系 你知道吗 可是 其实 在监狱里面 看了一些书 我觉得 我在监狱外面也是会看 所以我后来真的是觉得 如果因为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被丢进去 我们都无所谓 你知道吗 如果因为 跟年轻的同学讲 因为台湾的民主 被丢进去 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休养 你知道吗 然后再想出来要怎么做 任何事情 一定 我们想往一些比较光明 光明面去想 比较幽默面去想 当然同学说整个的选举里面 跟严慎文有关系的事情 其实一直是我去年做这个选举的时候 一直不会忘记的事情 我们永远要把这个怎么学举 足复了 当然我们政见被认为是 所有政见 所有的候选人 里面的政见 最充实 最扎实的一个人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用最有据的方式 去呈现 包括 比如说 我早就讲到年认为 我会说 他其实是支持五号 五号就是五号 我还找到一张 他太爱照片了 就是五号 五号 没办法 知道吗 我们这种RQ的东西 这种精神胜利法 就是这样子的 那 其实我刚才讲过 我们对于不公益的 这样子的政权的东西 在台湾 过去几十年 我们一直用各自的方式 去对抗 去铲除 那 其实我又给我捞爆了 这种搞笑的方式 早在李庆安的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机友 李庆安 那个时候 商量国际片揭发 第七十一天开始 我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赖皮呀 我说好 没关系 我就在李庆安有专栏 我就从第七十一天开始 我每一个人拜 我的专栏里面 就有一个小小的图画 是在讲李庆安的事情 而你就把他的这一个 就是说被揭发的 第七十一天 上一期就是第七十八天 再下一次就是八十五天 再下一次就是 九十二天 再下一次就是第九十九天 我每一期一段给你搞 我看你 什么时候 你们才能够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知道 所以 搞了半年多 二百零十天 你西洋圣组 就可以揭发二百零十一天 我们永远 每个礼拜搞一个漫画 这样搞你 一直到第三百零三天 这个东西知道吗 OK 好 一直到第三百零三天 你知道吗 他终于受不了了 我们一打就不是他做的 我们一打就受不了了 要求他 自行处理 他就走路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说 我们很多事情一定要坚持 所以 吴国冬有一次 在节目上面说 他说你现在被干掉 其实侯光也把他干掉了 因为侯光也就是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软的方式 每个礼拜在你搞你一下 每个礼拜搞你一下 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我们哪会受不了 其实用我们的方式去做革命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用暴力 我们用我们想象力 我们用幽默 我们用讽刺 也许很酸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做的事情 我们如果不用酸一点的方式 对你们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整个过程 我们总是用我们的一种恶搞的方式 在跟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政权在对抗 那我相信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它的效果重现 我觉得民主在台湾已经进入了2015年了 比2015年 2015年台湾的民主 如果还是跟以前那样悲情 我觉得也其实也不太对 我们总是希望 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 在选举里面 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两次机会 在公共媒体上面发表30分钟的证件 那联盛文在第一次发表证件的时候 他缺席 他更是不屑的东西 因为他们的媒体曝光很多 一天到晚 那报纸电视就是要做它 那我幅光远一点曝光的机会也没有 所以我抓住那个30分钟 所以我当然是有去做 我们政见的这样子的这个讲演 然后第二次 那联盛文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也去 那在这之前 联盛文跟柯黎他们辩论 我一直要参加 他们就不让我参加 哎我是怎么样 我是没有钱 所以不能够参加这个富人俱乐部的 这个辩论还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问 我就 我就直接打电话到科匹那边问他 我说为什么不知道我参加 科匹那边说 不知道不知道 他说 他们其实每次都有提到文光远 可是那边你怎么不让 他说文光远参加 我就不参加 就后来其实我发标了 我就在脸书上面说 如果你公共电视台办辩论 你公共电视台是纳税人的钱 拿出来办辩论电视台 你如果敢排除我 咱们法庭上线 公共电视台里面的人 其实好像这样 很多都是朋友 那我以前做过很多事情 其实也 以前我批判中 公共电视台也很凶 所以他们最后 他可以把整个电视面论的东西 就丢掉 不要了 不要了就麻烦 彭光远这个人 你知道 就说不好 就说 真的纠缠起来 人家常常说 不要去李敖 因为李敖是一条疯狗 你知道吗 那 也不要去 冯光远 因为他们是一群疯狗 所以调疯狗 不压一群疯狗 当然是一群疯狗 对啊 所以 那 那 那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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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们就不要 所以是3D 那3D是你电视台 那我让我变成一个孙子 你知道 可是第一次变论 记不记得 变论完了之后 诶 怎么办 和皮绅士比 连生文还好 所以连生文就是 一直说第二次第二次 那他变第二次 那科幣当然是见网 就是收了 我要给你变第二次 拜托啊 第一次说心情胆跳了 你知道 那不变 那连天不记在那边 那后面这种死财难堂 说我刚才变第二次 我那时候跳出来了 第二次我跟你变 哈哈哈哈 我跟你变啊 对不对 那还是不要啊 我说这怎么搞的 哎呀你是 我是怎么样 我身材了很病啊 怎么样 啊 那你跟我同胎都不愿意 你说我后来不是在 脸书上面写东西 全部都封转拉到笑死 我说好 你要是跟我变 我让你 我怎么让你 你讲十句我才讲一句 这可以吧 这可以吧 公平吧 对啊 哎 我对我一位书看得比你不多 你知道 所以我其实讲起话 还考虑不绝了 那没关系嘛 如果你怕 你讲十句我讲不绪 这样子啊 他们还不理我呀 好了 条件不够优厚是不是 你唱的不够多是不是 好 再来 那 我绑一只手 哈哈哈哈 我一只手忙起来拉你 哎 人家打拳不是说 两个人说 就是说四军地理的 两个人都两只拳来打 如果你绑一只手 就是 这摆明了真的是在让 对不对 那我同仁就说 朋友 这摆明了 这摆明了 因为辩论是靠嘴 妈靠脑 来不是靠手 我说你们错 你知道 他说 真的辩论是两只手 在那里面有很多手势 对不对 那今天我明明是两个手势 那两只手可以做手势 我现在走一只手 都做手势 但是 那其实是非常好够 你知道 我说这也当然算人辣 你知道 孩子不改 你知道 他算了 他不变得算了 你知道 所以 在公共的屏照里面 第一次三十分钟 我把我的证件 批拉 就讲光 然后第二次 我同仁准备了另外一套证件 我说 这证件讲得差不多嘛 我说第二次不要 我说第二次 我讲单口相声 你说 没有人在这 比如说讲单口相声 我说 我就是要讲 因为我其实是在 街头管讲的时候 我常常就讲单口相声 所以大家很喜欢听 你知道 因为天黑就是在那里 哈哈大笑 你知道 第二次 我去跟我同仁 给我抱抱的 甚至不是竞选的同仁 是给我抱抱的同仁 然后在后方 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些概念 其实三十分钟就是单口相声 在台湾的政治的这样子的选举里面 政治的这个发展里面 你从来没有一个人 讲三十分钟的单口相声 当我讲完的时候 我出去的时候 记者全部笑到不行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那都是概念嘛 单口相声就是要哏就好 你哏对 就是 对 我看 连胜文他们一家 因为刚到前两天 连胜文一家在台上哭得稀里哗了 我问你们哭什么哭啊 我很少看到亿万富翁哭的 你知道我看到有些穷人 有些富翁是说 你知道 真的生活怎么办 可是我没看到 一票亿万富翁台在那边哭的 你知道 又不是什么股市奔盘 你知道 你们哭什么哭 对吧 那在上面哭 你知道 我画一概念头 二十一世纪 二零一世年了 他在选举的时候 不要再哭哭啼啼啼的 哭哭啼啼的东西 二十世纪 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也许发生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大家还有哭哭啼啼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 为什么 因为老公被抓去关了 所以代夫出征 那讲一讲 服务呢 这是背后有一个脉络的 对吧 以前大家记得 对吧 刚刚的选举 尤其是代夫出征的那些 那些选将 那些女将 讲到最后都是服务体力的 楼上 台上的屋 下面的屋 都很感动 然后那个时候的选举 大家就记得 讲完大家就把钱 全会折成一小小的 全会往上面丢 对吧 现在年轻人大 不知道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他就拿钱 就往上面丢啊 后来碰到你 就是往里面塞个红包 这才挺你啊 那个时候在台湾 真的就说 在公共场合 就拿钱丢 除了选取场合 就是帮球场 这有人在笑 就是这个了解 帮球场 你知道吗 太厉害了 这外野兽 球太漂亮了 蹦 就钱就丢下来 这等于是说 现在的电脑 暗地赛 赛 对啊 那时候是丢 就是说对 尤其是那重量的比赛 那就是丢一张 操操下来 可我常常在那边想 是不是其实 哪些时候重量的比赛 为了干扰对方的外野兽 你知道 球高一球过来的时候 丢个一千块钱 然后去解决 好 好 球 球赛就输掉了 对吧 我不知道 那反正呢 那个时候 吴提提 那就是连带 就发生这种这种镜头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电脑上面说 我说不要 不用再来吴提提了 因为也没有人会丢钱给你 现在 不是说因为你们是百万亿万富翁人家 不会丢钱给你 现在因为有叫政治现金法 你丢钱上去 你就要把你所有资料都丢上去了 是吧 是吧 我今天要捐这个谁 两千块钱 我的雾琴什么 真的真适合 他觉得他太烦了 他说不要 不要 不要再这样吴提提 对 我其实在整个的三十分钟里面 讲的太多 都是概念 例如说 我跟大家说 我们不要只是在传统市场 白票 我说我们应该 要养成去超市白票的习惯 因为超市才会 例如说 他会有些黑心油本在那边买 这常常市场阿里有说什么 说黑心油在那边 不会嘛 对 传统市场卖的油 都是他们自己 像传统市场那边米店 都在那边现场买 都是 你知道 都是一大门 在那边现场散装 在那边包着卖 你知道 你知道 油也是 所以不会有这种黑心油 所以说 我们其实 白票应该 去 评价 超市 这种地方白票 然后站在那些黑心油旁边 然后跟那些 那些下谷的 跟他们讲 如果当局 对于食品的这种 这种安全的东西 我会怎么处置 同时可以发表证件 所以这个规定 都要去 传统市场 要多多注意 超市 因为超市里面的人口 这种 巴人的结构 相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都是白天上班 晚上才会去 对 然后我那种就给 就是基伯 我就多讲一句 我说 其实我平常 都是喜欢去 传统市场买票 不讲错 我应该讲买菜 你知道吗 我说其实我平常都喜欢去传统市场买票 讲的时候 完蛋 你知道 因为电视直播的 我如果公开承认说 我在传统市场买票 那马上就来办啊 我又是有前科的人 对不对 是更生人 你知道 跟他说 更生人 对他一般来讲 这比较会是客气 对不对 他会一直 在镇上 赶快跟周小辉 会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你知道 我说 那时候真的是口误 真的是口误 所以其实我 这段三十分钟里面 讲了一堆 然后例如说 我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让选举 好像在那边里面的很多 那样子莫名其妙的口号 好像让人家误以为 就说台湾每四年要亡国为止 不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你看 你看这个郝伯春 不是说 如果谁在那边当写 那中海伯伯就亡了 是吧 后来结果科幣当选了 那我换句写没东西 我说 郝伯明 你去跟你爸爸讲 中华民国亡了 真的亡了 是他 是他讲的吗 如果科幣当选 中华民国就亡了 对不对 我就说 郝伯明 你跟你爸爸讲 可以回去了 那中华民国亡了 你知道吗 这样子 所以我说 不要这么的 太严重了 你知道 所以我说 整个选举里面 我们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 总而言之 整个的选举 我觉得 我用我的方式去实践 一种幽默 我用去做东西 我觉得 我还挺高兴 虽然 那一次 因为 仅大势所居 大家不能都拉个人出来 所以都 顾票 顾得很凶 顾得很凶 为科幣顾票 其老实际上 会给你解银 因为我觉得 就好像我后来讲的 台湾语就好 我觉得我们用这种方式 来拱护台湾的民主 来发展台湾的民主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 之所以 就是说在美国 看那么多美国民主的东西 我们回台湾 真的 能够把所需的东西 就是说在台湾发挥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 其实 我就用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做的一个 这个 这个竞选宝告 这个竞选宝告 我不知道 这个 这个声音会不会有 那 我就先试试看 这个竞选宝告是 我因为没有钱 所以在整个选举里面 我只做了一支 竞选宝告 不像人生晚上做很多支 花很多钱 我做的 这支大概花了七万 然后在我户里面播 大概这样子 我希望是有声音的 因为昨天好像有点声音的问题 诶 这又没有声音了 Kenny在哪 昨天是Kenny 帮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你知道 里面有一个设定的东西 我应该请教一下我的朋友 因为这个广告 最重要的就是声音 因为声音 是无念真 帮我配 所以如果我在放广告 然后我没有把无念真的声音放出来 被他知道的话 知道 他以后就不会再帮我配音了 很简单 我帮你配音 你去放 结果都没有出来 那我帮你配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的声音放出来 那 在这之前 其实 我 很奇怪 这个电脑 不知道关于什么问题 会连续这样子 其实 在整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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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虚拟过程里面 我做了两支 其实影片 那这支影片 那这支影片 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主见的那一天做的影片 那 可是后来因为 选举策略的东西 所以我都没有把它 散播出去 那 现在就是这支影片 那 在这个 朋友来 fix我的电脑之前 也许我们就 就是 我们就是 可以进入到 Q&A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非常乐意 从一个在台北 就是 哪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人的身份 来 回答各位相信的一些问题 是什么问题 这个Q&A的 现在 欢迎大家 提出问题 有一点 要拜托大家 就是 你的地方 不要超过一分钟以上 不要发表你自己的心点 请你问问题 就好